HELLO 大家好 這個是我們最近成立的釣魚工作室 那因為這個很多釣魚就是 不知道說去這個地方開始釣魚 所以勒於是勒 我就想到說 那乾脆就是成立一個釣魚教室 那把這個我去過的這個地方勒 還有自己的 所看到的累積下來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因為這個能夠想到這個點子 也是一些釣魚建議的 還有我自己朋友 他跟我講說 欸看你的影片就是拉得很過癮 可是自己去卻不知道怎麼做什麼 那也是因為前幾天遇到一個釣魚 看他就是釣不到魚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也不好意思問人家 所以我想說現在網路世界這麼發達 如果可以把當時的狀況還原 然後把它拍成一個這個教學的影片 那如果到達那個調點 你不知道怎麼調的時候 你可以打開我的影片 只要網路打開我的影片 你看 當下立刻去重新修正 搞不好就可以中魚 好 那今天當然就介紹這個 應該是說上一集所發佈的 這個縣溪河道 那縣溪河道大家都知道 它其實是叫做沁安水道 沁安水道其實它是一個汇集非常多的這個工業 甚至是融蓄葉的這個汙水 那其實因為有海水漲退場 所以它汙染自然會稀釋 那魚能不能吃這個在於個人 那主要今天是要分享一下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當天我怎麼去應對 那當天到達這個釣場的時候 這個釣場我已經很久沒有來 所以不知道它的狀況 那水深也不知道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帶什麼 魚探機啦 可是我覺得是有點懶得用啦 其實它探測下去就知道底下的地形 但是如果說我們身為一個釣魚人 沒有這種配備的話 那其實當然就是可以去徹底 那如果有經驗的人就是用調標 所以你釣魚的時候 你能不能釣到魚咧 其實應該是等於說什麼 調魚 為什麼叫調魚 其實就是調整 你適當的深淺 來判讀說魚的位置 它在哪個位置最會咬 所以今天來討論一下就是說 當天所應用到的一些釣竹 其實釣竹非常簡單 在線溪河道裡面的我講過 它其實是烏魚非常非常的多 量很多 那很多人認為說烏魚之癡的訊號非常小 其實這不然 因為其實要看當時的環境 因為魚它也可以咬得很瘋狂 那只要你用對的釣竹 其實就是可以隱隱的 當下的環境 你也可以達到一個爆流的程度 爆流當然是大家夢魅一圈 那首先來看一下 當天的話咧 這次是一個線組 一開始的時候不知道水深 所以當然是用一般的標準的 磁掉的釣導 所以咧 這是一個線 這是一條線 那當時你不知道水深 所以咧這時候咧 我在調的時候咧 第一個 我上次那個師父教我的 就是半移動式 那半移動式的話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說 你這邊是一個太空洞 這邊是我的太空洞 上面也有個太空洞 但是這兩個太空洞之間咧 它會有間隔 最主要是上面這個太空洞 你能夠測到 測到你的浮標的相對位置 你浮標在這裡 講這個浮標 你浮標的相對位置在這裡的話 它會移動 它會往上移 那當然這個咧 那你要讓你的線組順一點的話 你那個浮標座的那個洞不要太小 那而且浮標不要太輕 其實它浮標不輕的話咧 它下層的速度很快 在這個連結中間 當然會用一個八字環 對不對 我們用一個八字環 底下咧 當然是接兩條線 那你用這個釣策的目的就是什麼 降低魚的警戒性 所以你指線可以很長 很長的話就類似一個 明釣 其實你這邊釣明釣也是ok的 明釣 明釣後面再講 兩個直線 接下來 接兩個直線 兩個直線的差異性咧 可以差別大一點 這樣你可以偵測的魚群範圍會變廣 如果你兩個直線只差一個鉤子 標準磁釣的方法 在偵測的時候咧 其實範圍非常窄 那個是針對說魚已經進去的那個地方 你可以釣貨 但是如果魚還不確定說是否有進去的時候 你在搜尋它的生前的時候 用這個釣策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它下去之後呢 浮標就往上移 往上移到一個深度 那當然你這個浮標 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要先去把你的浮標調到你要釣的木樹 就是帶鉤子的時候 沒有鉤耳的時候 是山木 那山木的時候咧 就代表空鉤的時候是山木 鉤耳的時候是山一木 這樣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的一個釣組 那這個釣組其實在這邊用起來其實還不錯 那當魚群有進去這個底部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地方長期有人在釣的時候 非常適合 但是我那天在釣的這個地方 其實觀察下來並沒有人定期在那邊餵搖 所以用這個釣組其實咬度沒有非常的強 當然也是會搖 好 那後來咧 改用這個釣組 很簡單 最簡單的 吸釣釣組 那時候吸釣釣組就是 焰在這裡 好嗎 然後咧 我的浮標 一樣 浮標在這裡 那時候定住 好 那底下一樣是接一個八字環 八字環 好 好 把這碗夾在這裡 把這碗夾在這裡 接下去之後咧 一樣啊 我的指向還是沒什麼變好 我的指向還是一樣 看你要多長 當然不要太長啦 太長的話咧 也會相對來講 靈敏度會小失 就是一定的長度 大概咧 如果不知道大概一個手臂 一個手臂這種長度 對著也OK 如果你要更長一點 我覺得無所謂 但是重點是你拋桿好不好拋桿的問題 所以就這樣子 大概多深咧 那時候已經釣釣釣已經接近 大概只剩在兩尺深而已 兩尺幾公分 60公分 非常非常勤 甩過去之後咧 就直接 沒幾秒 魚就直接 掉走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是看你們自己觀察 在那一部影片裡面 你看到後面 起風了 起風的時候咧 這時候整個大氣的 結構改變 這時候你要個靈敏度 就是說 你這時候會發生到氣壓 一直下降 氣壓下降 那氣壓下降的時候 等一下 我們一般所釣過的魚 除了這個一般的軟骨魚之外 大部分都是硬骨 大部分咧 在我們各大的河流 各大的海洋裡面 大部分都是硬骨魚 像少部分的 像什麼 像烘魚啊 或是鯊魚 那種軟骨 它本身體內 就是沒有那個魚鋪 調節它的這個 深淺 沉浮的一個動力 但是咧 如果氣壓下降的時候 還可想 就是 魚身體裡面的魚鋪 會膨脹 會膨脹這時候咧 魚 它不由自主 就會浮到比較什麼 就會浮到比較水面 知道嗎 它會浮到比較水面上面 浮到比較水表上面的時候咧 你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它體內的這個魚鋪 會膨脹 所以它會 它沒辦法潛下去 所以這時候咧 你的額料 如果是 鉤子如果剛好打到這裡的時候 看到東西 它絕對會掉走嘛 尤其是一群的時候 一群的時候 大家都有擋 那如果這時候 你有打黑撒下去的時候 噢 沾下去的時候咧 絕對咧 可以引游更多的魚群過來 那當然那個時候已經很流了 流流流流 那我後來釣到比較外面去 也是看 也是重 釣比較裡面也是重 所以真的是很瘋狂的咬 整個過程大概咧 釣了大概四十幾條 後來沒再算了 可能超過 但是就是瘋狂的咬一陣子 那主要是氣候 氣候在變化 這是一個關鍵 所以咧 如果你到線溪去釣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用刻意說 釣多深 釣多強 你如果說你釣比較深一點的話 在比較深一點的底部這邊 這邊可能會大部分你會種什麼 可能種黑隔 黑隔之類的 但是你不要以為說 黑隔就不會這樣 會喔 如果說你釣到一些程度之後 就算你釣人前 黑隔一樣會上來 花生也一樣會衝上來吃 這個就是雨已經到達一個瘋狂的程度 所以這個就是適當的去調整你的釣組架構 所以釣魚其實是在調整 你找的一個方式 怎麼去應用 就這樣子 提供給大家 就是這一部影片的大致上的一個釣組 那至於說用的釣很簡單 就是烏仔絲 好 你用豆仔粉就可以 這香的都ok 其實你發現那邊的 黑隔 花生 這一類的魚 他也都是吃這個烏仔絲 吃到很習慣的啦 所以你用香的就ok了 換人耳也可以啦 好 那如果說有什麼問題 在留言下來 我們在互相交流 討論 大致上這樣子 好 ok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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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